如果你是看标题点进来的观众 那或多或少对奥腾有些了解 有人觉得它是机械硬盘的加速器 也有人知道它其实是固态硬盘 还有一小部分人知道 它也有内存地木的造型 放眼B站也没有人系统的 讲过关于奥腾的完整内容 那就跟着我们的视频 来看一看奥腾它到底是个啥 欢迎来到我们无意义的第五期 这期视频会比较长 希望大家能完整的看完 还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天下苦机械硬盘加温时系统就已 那时候的电脑只要有人说卡 那大概就换一个固态硬盘 再把系统装进固态里 速度就能起飞 但是那个时候固态硬盘的价格很离谱 120G将近400元 250G的840 EVO要500元出头 固态属于有钱人的玩具 时间来到18年初 英特尔发布了一款名叫M10的奥腾设备 它具有普通M.2 2280的外形 容量却只有16 32 64G可选 国内的小到媒体都宣称能让机械硬盘 达到固态硬盘的速度 当时科技圈子那就炸了锅 纷纷讨论这个黑科技是怎么回事 难道英特尔突破物理限制了 没过多久大家都明白过来 其实本质上和机械硬盘里面的64M 128M缓存是差不多的逻辑 当有数据要写入硬盘的时候 先写入硬盘中的缓存 因为缓存的写入会比直接写入盘变快很多 所以这一小部分的容量得到了加速 但是当缓存写满之后 就只能归速写入磁盘 等待写入任务完成 再把缓存里面的数据存入盘片 清空缓存 奥腾M10其实和这个缓存的原理大致相同 但因为M10和机械硬盘不在一个物理地址 所以就要通过软件或者BIOS组成软正链 也就是RAID 让两块盘绑定在一起 让M10作为机械硬盘的外环 这就是英特尔的RST快速存储技术 这也就是最被大众知晓的奥腾设备 官方定价略高 16GB卖300 32GB卖518 64GB卖975 但是因为前期 OEM厂商例如联想 优先在品牌机中使用M10奥腾给硬盘加速 很多企业它并不买账 因此闲鱼上出现了大量且便宜的拆机16GB奥腾 我也有幸在那个时候成为了第一批感受M10的用户之一 之后二年更新了M15 但只出了QAIS没有出正式版 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能在座的各位已经知道了 更深入了解奥腾的观众应该清楚 加速盘并不是它唯一的产品线 早在一星年底 英特尔优先发布了纯固态奥腾900P 有280G和480G可选 随机和M10同步在18年的CES展会上 发布了定位略低的800P纯固态硬盘 容量58GB和118GB可选 当时发售价格参考屏幕 就算在2018年这个价格也是天价 那贵了这么多 它究竟好在哪里 墙在低对列单线成4K随机读写 听不懂没有关系 我这里举个例子 假设我现在要把桌子上面的东西 一个一个从左边搬到右边 那我的速度就会很慢 但是如果我打包成了一个箱子 相同的体积的东西 直接搬过去速度就会快很多 在电脑系统里也一样 大家应该有过这样的体会 明明我买的硬盘顺序读写速度 各个3000M到8000M 一拷贝文件的时候怎么就这么慢了 其实是因为你的文件体积有大有小 在搬运少量大体积的文件的时候就快 在搬运大量小体积的文件的时候就慢 这里暂且不提Windows系统油缓方案 和模拟SLC带来的加速影响 只讨论颗粒本身对4K文件的读取写入速度 所谓低队列单线程4K随机读写 其实就是处理这些细小文件的能力 这里我们以一战up主燃天一的4K天地榜举例 奥腾可谓吊打难 于是在18年中发布了迭代产品905P 形态有AIC M2和U23种 容量从280GB到1.5TB不得 桌面端这么强 服务器存储肯定也不能落下 17年Q3季度 英特尔发布了P4800X375和750GB 有AIC和U2两个外形 次年Q3发布了1.5T版本 再到19年Q1发布 100-200-375GB的M2版本 型号为P4800X E为低功耗的意思 再过了几个月发布了 极为特殊的型号D4800X 容量有这三个版本 我猜测这个D是DUO的意思 因为它的通道数为PCIe 3.0 2x2 使用了双关口的技术 让一块硬盘可以同时接两台电脑 如果使用普通U2线来连接 那就只有PCIe 3.0x2的带宽 这块硬盘比较符合我们无意义的主题 如果大家感兴趣 后面可以再单独做一期 时间来到20年Q4 奥腾更新了PCIe 4.0的版本 型号为P5800X 容量有400、800、1.6T和3.2T四个版本 这也是目前最强的硬盘没有之一 其他使用XL Flash颗粒的SLC盘和三星Z9 还是略逊一筹 21年年中悄悄发布了 类似于800P定位的产品 叫P1600X 和P5800X基本一致的4K性能 但是带宽只有PCIe 3.0x2 容量如足所示 最后20年Q4发布了迭代版本的P5 810X和低功耗版本的P5801X 就此奥腾迎来了结局 英特尔存储业务打包出售给海力士 奥腾再无后续 既然奥腾技术这么厉害 连机械硬盘都能带得动 那固态用的垃圾颗粒 应该也能带得动吧 没错 英特尔也是这么想的 奥腾还有一个产品线是混合固态 有H10和H20两代产品 H10有16加256 32加512 32加1T 三个版本 H20有32G加1T 和32加512G 全系列用了QLC颗粒 我不知道是不是和660P同款颗粒 但应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还得是你啊英特尔 如果你觉得我已经把奥腾的全部系列讲完了 那就太天真了 最后一个奥腾产品线 就是DCPMM奥腾飞翼式性内存 它的外观酷似内存DRAM 那它到底应该怎么用呢 其实它是需要搭配英特尔第二代之后的 可扩展质枪处理器 且金牌以上等级的CPU使用 每个通道内存必须有两个槽位 也就是2DPC 把奥腾插在靠近CPU的槽位 另一个槽位必须安装DRAM 容量比例有三种搭配方式 1.4 1.8 1.16 例如8GB的RAM搭配128GB的奥腾 聪明的小伙伴已经发现了 其实就是把内存当作奥腾的缓存 这样速得很快 容量也可以做得很大 DCPMM总共出购三代 100 200 300系列 分别对应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可扩展质枪 但是第三代和M15的命运一样 最后只有QS版本就停产了 奥腾全家福到此完结 这里给想买奥腾回来试试的小伙伴 介绍下外形尺寸 以免买回来不能用 奥腾除开DCPMM剩下的固态系列 有M2的2260 2280 22110 三种尺寸 U2盘15毫米尺寸 以及极差式AIC 还有极为特殊的11S尺寸 2280就是我们常见的M2固态 22毫米宽 80毫米长 2110需要看一下你的主板是否支持 U2的话直接买转接板就能解决 如果是AIC那插在直连CPU的PCIe通道上 可以获得最低的延迟 这里提一嘴影响4K性能的因素 CPU单核性能越高 4K就越快 且温7大于温11大于温10 好的很感谢你能看到这里 做这期视频确实查了不少的资料 如果信息有错误 欢迎评论区指出 这个系列的题材都是我自己想做的内容 如果你也同样感兴趣 那不申荣性 无论这个系列有无意义 内容本身就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 希望我们还能下次再见 兄弟们遇到了一个非常离谱的问题 就正在进入系统的过程中 要么会卡死要么会蓝屏 要么就是进入桌面之后卡死 非常痛苦 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在 看现在就卡死了